政府成功提早滅尺 政府會將新諷稅的編制稅率 減低1個百分點 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政府在未來一年會維持猜響徵修率不變 但由於過去一年樓市好轉 應貨猜響租值普遍上升 市民一般都要多交些猜響 范已明報導 在新的財政年度 公務員的編制進一步縮減 政府預計下年度 政府的職位將會減少至16萬1800幾個 不過多個紀律部隊都會增加職位 陳佩林報導 財政司司長表示 為了解決稅機狹窄 引致政府收入不穩的問題 政府將就商品及服務稅 展開9個月的公進諮詢 向下屆的特區政府建議推行 由諮詢到推行 預期需時3年 陳月威報導 新兼文劍聯主席的立法會議員 馬力和行政會議成員 梁振英對預算案有不同的意義 有學者指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 政府回應了市民希望減稅的呼聲 其他的新聞 西灣河碼頭對開海面 早早發生撞船意外 一艘游躉船和漁船相撞 漁船上兩名男子墮海 一死一傷 海事處表示 出事現場的海面 早早能見到良好 處方正派人調查意外原因 陳淑麗報導 黃華華又說 今年的重點工作 是跟香港做好禽流感疫情的防控工作 以及加快興建電廠的脫流裝置 改善兩地的空氣質素 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鄭千亭報導 正在北京訪問的 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進博 歐洲聯賽冠軍杯16強第一回合展開 阿仙奴憑著亨利入球 作客1比0擊敗王家馬德里 林沾永報導 新聞時間夠了 接著有天理報告和經濟發信 再見